請問我知識 我想問你現在 剛剛這個報紙就說 最低工資加到37.5 你對這個有什麼意見? 最低工資37.5是絕對不足夠的 因為今天特別社會上面的 生活指數是太高 特別日常生活的開支也是越來越大 包括交通費 包括在大家日常生活所有的費用 所以37.5絕對是不足夠的 為什麼? 就算最低工資提升了37.5 日常特別是飲食或者日用 日常生活的費用是會不斷去調升的 往往就是這個最低工資也是追不上 現在你們是屬於殘疾人士 你們是不是會更加再拿不到 就是會更加低 那你對實際的工資你們是會得到多少? 會不會相應的提升 其實呢 我們是盲的工廠那邊 那我們最主要呢 就是有工友和學員身份的 但是工友和學員的身份呢 是差天共地的 工友可以獲得最低工資 而我們學員是庇護工場的 他們的收入是只有26.5個一天 記者你聽到都是很心傷 也都是我們是很無助 為什麼? 其實這個26.5個是很多年的事 在庇護工場那邊 而在我們盲人工廠裡面其中一份子 他們說為什麼我有工作能力 我不可以提升為有最低工資 以及受到勞工法例的監管呢? 為什麼不可以建立成僱員僱主的關係呢? 請問這26.5個是怎樣離定的呢? 這26.5個呢 以我的資料 就是由社會福利署發出的 而特別 就是說他說那麼多那麼多 是啊 他說那麼多那麼多 如果我的資料所得呢 他26.5個之後 就是每一天的獎勵金 26.5個 那他跟著那個剩下 他們有些叫做計分制的 那以盲人工廠為例 庇護工廠呢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工作給他們做的 但是他們的性質呢 不是勞工法例的 他們的性質是一個學員 學員等於一個訓練的 那所以他26.5個之後呢 就有一些叫做計分制的 但是那個計分怎樣來頂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其實他就看大圍表現 或者是大家的輿論壓力 加多些或者加少些 那你們有沒有得參與意見 或者是怎樣 所謂的參與意見 是話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是學員 所以很遺憾就沒有太多資料 但是所謂參與意見 通常就是 我們工廠裏面 有社工有經理 有其他各位同事 去幫我們表達意見的 但是以前我們是有公有代表制 但是自從2016年 2016年開始 就是取消了工有學員代表制 就改為一個小組形式的會議 但是這個小組形式的會議 是荒謬 沒有意思 為什麼呢 那個小組形式的會議 是一個簡報形式而已 但是真是被我們去諮詢呢 通常諮詢完最後是沒有答覆的 即是現在連你們去參與 即是坐在一起談的機會都沒有 好的 是只有廠方叫我們幾時去開會 就幾時開會 但是那些會議上面 是它已經定好了 那麼那個會議上面 它已經定好了 譬如 即是叫你們去聽 其實是 去聽的 但是所謂發表意見 它是記錄低 但是一直都沒有答覆的 特別我要關注 我們以前有我們的周年旅行 有我們的周年的聖誕聯歡 現在搞到我們的周年旅行 由全廠性變為小組性 記者你想一下 等於一塊大餅 分餅仔 由全廠二百多人一起去旅行 我們可以去茶樓坐下 吃一頓豐富的午餐 現在搞到 我們工人一年做到晚 學員一年做到晚 做到死 我們吃的東西是旅行團的團餐 哦 即是變了 即是 縮皮縮得很緊要 縮皮縮得很緊要 重要 現在我們參加一些小組活動 是要收費的 更加是沒有理由 即是要收回去錢 是的 譬如 十元二十元不等 那些活動呢 是什麼呢 畫畫 紫簾土 穿豬仔 但是對我們視像的朋友來講 甚至我隔壁 亦都是工廠的工友 他都說是不適合玩的 那些活動 但是 能夠 我自己 特別我隔壁 亦都有一位視像的朋友 每一年 我們有一些叫做周年的評核 因為我們最低工資 每年要做個評核的 那都是給我們部門裏面的師傅 是會寫成不參與工廠的活動 但是不理解我們的感受 而每一年的周年評核都是這樣寫的 那在現在來講的二十六個半呢 你們其實一個月大概是賺到多少錢 因為我們是工友 那我們當然有最低工資保障 那我們一天就是六小時四十五分鐘 另外一個小時吃飯 但是吃飯那個小時是沒有錢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收入 為四千多五千元不等 但是 不是八個小時計 是六個小時四十五分鐘 但是 禮拜六只是半天而已 那禮拜六的人工只有半天而已 因為我們平時是回九點至四點九 禮拜六就是九點至十二點半 但是呢 我們禮拜六的下午 因為我們是文件帶 即是那些文件帶部的工人 那就有一些叫加班 但是可惜那個加班呢 是禮拜六下午 一點半至四點九 但是它是給回 你禮拜一至禮拜五那下半的工資給你的 明白明白 那其實 正常加班呢 正常加班 是起碼有工半以上的 但是它沒有給我們 這個加班 這個加班 變相是 變相是 變相是一個延長工作時間 根本上就不是加班 因為這個加班 已經由二零一一年十月至到現在 那如果我以你正式學員 不是學員是職工 那其實現在這樣 你一個月頭是賺得多少錢 還有怎樣生活呢 其實那個生活真是很慢 我的收入 記者 你有數得計 一日 現在調升到三十七個半 但是因為我們在假期 那些叫勞工價 是計算一個平均數 那正式三十七個半呢 我們起碼要明年才拿到的 因為勞工署的勞工法例 是規定的 過去一年 那所以我們的 如果真是薪金調整 是要到明年才生效的 說明今天開始生效 是根本上在騙人 那 那 好 ok 好 ok 稍後再跟你談一談 好 因為危險 好 謝謝